朱小冬掐住了杨丽萍的脖子 直到他再也无法呼吸 可恶的是 朱小冬不仅仅是隐瞒了杀妻真相 以高招的骗术让大家以为杨丽萍还活着 他也用杨丽萍的数张信用卡 刷掉了20多万人民币 朱小冬的母亲接受了两次电话采放 我觉得这一个儿子 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是无意的 他只是失守了 他是一个小学中文老师 孩子们都很喜欢他 他内向 他美丽 他善良 他喜爱小动物 是家里的独生女 是爸妈的掌上明珠 然而在他还不到29岁的时候 却被人杀害 凶爽竟然就是他的丈夫 他叫做杨丽萍 从小成绩优异 拿到了奖状所不胜数 梦想成为一名老师 当然了 最终他的梦想也实现了 在朋友跟家人的眼中 他是一个乖乖女 事实上 他也的确是如此 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女孩 个性单纯 交友简单 生活优渥 朋友圈几乎都是高中 大学同学 但是杨丽萍的心中 却住着一份不平凡 他喜欢不羁 出众 不同反响又脾气十足的 日本明星 这点向往 最后也成为了现实 他遇到了同样叛逆 新兴人类的朱小冬 他玩世不恭 因为长相还算不错 跟不少女性关系深密 身上多数刺青 跟杨丽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杨丽萍心中住的的是不平凡 而朱小冬 心里住着的却是恶魔 2015年2月10号 杨丽萍在微博上写道 前几天 微信删了 找我就短信或电话 也不知微博活着的人有多少 女性随时OK 男性有被删除的危险 在未来的48小时 微博也要战败了 开始陆续删人 这不是演习 这是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可以从这条微博看出来 朱小冬是一个控制欲 跟占有欲极强的人 但是这个人对自己却是双重标准 朱小冬曾经跟其他女性玩暧昧 被杨丽萍发现后 最终写下了一份保证书 这份保证书是这样写的 保证只有你一个 保证再也不和别人发消息 不会和别人联系 手机每天都可以给你看 休息手机随你处置 手机记录随时可以去拉 每月1号 如果有 烧炭 在家里 一起死 这份保证书也是可笑的很 凭什么男方如果被发现 跟别人搞暧昧 要两个人一起死 你当我傻 2015年12月31号 杨丽萍相信自己能够改变 玩世不公的朱小冬 不顾家人的反对 坚决地嫁给了朱小冬 男女双方家长 各出了10万元人民币的 聘金跟嫁妆 顺带一提 杨丽萍作为一个老师 有稳定的收入 加上校外辅导的收入 一个月大概是1万元人民币 而朱小冬 则是在上海马沙百货做陈列员 一个月大概是4000人民币 2016年5月28号 杨丽萍考虑到 男方的经济比较拮据 在婚礼的当天 穿着一身白色蕾丝衫 一条破洞牛仔裤 约了三五亲朋好友 就这样把自己给嫁出去了 不过婚礼后不到三个月 杨丽萍似乎就意识到 这份婚姻是错误的 两人似乎起过严重的争执 曾经在2016年8月中旬 到民政局办理过离婚 但是最终并未完成手续 不久后 朱晓东告诉杨丽萍 自己即将升职加薪 薪资由原来的4000人民币 提升到2万人民币 但是要经常到外地出差 劝说杨丽萍辞去原来教师的工作 一起到香港发展 9月14号 杨丽萍在朱晓东的劝说及培东下 以即将到香港发展为由 提出辞职申请 但是朱晓东 真的要去香港发展了吗 并不然 因为他于9月20号悄悄地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而且他所在的上海马萨百货 于同年11月也彻底撤出了中国线下市场 10月14号 杨丽萍正式办理了离职手续 两人于第二天到杭州旅游 因为朱晓东没有订到妻子满意的酒店 妻子心存不满 返程时 朱晓东又没有买到高铁票 两人再次发生争吵 10月17号 惨剧终于酿成 杨丽萍跟朱晓东因为琐事 两人再度发生争执 朱晓东掐住了杨丽萍的脖子 直到他再也无法呼吸 他才松开了双手 用一条红色的床罩 包裹住已然断了气的杨丽萍 放置在了位于阳台的202公升冰柜中 就这样 杨丽萍全缩在冰柜里 直到105天后 家人才知道他遇害了 有人肯定会问 杨丽萍的家人为什么会在三个月之后 才发现他遇害 难道这家人平常都互不联系吗 怎么可能 不是家人不关心杨丽萍 而是朱晓东的骗数 实在太高超 他一言分饰两脚 拿着杨丽萍的手机 假装成杨丽萍 用他的口吻跟其家人联系 当杨丽萍的父母要求电话联系时 他又以手机话筒出现问题 对方无法听到声音为由 拒绝通话 杨丽萍的父母也曾经多次想去看望女儿 但是朱晓东用杨丽萍的手机 假扮成杨丽萍 以他们不在家或者出门旅游 拒绝他们上门 为了让杨丽萍的身份更加真实 朱晓东还用他的手机 在10月31号 11月21号 以及22号 发了三条朋友圈 让大家误以为 这就是杨丽萍本人所发 12月25号圣诞节那天 以杨家的惯例 这天都会小聚一下 但是当杨爸爸要求见女儿时 朱晓东又搪塞了过去 可恶的是 朱晓东不仅仅是隐瞒了杀妻真相 以高招的骗术 让大家以为杨丽萍还活着 他也用杨丽萍的数张信用卡 刷掉了20多万人民币 那么他究竟把钱花去哪里了呢 他把钱都花在了女人身上 故意用杨丽萍的身份证 跟多名女性出入酒店约会 或者这样做 还有一个考量 就是为了要制造杨丽萍还活着的假象 105天后 也就是2017年2月1号 这天正是杨父60岁大寿 杨父已经三个多月未曾见过女儿一面 朱晓东知道自己再也满不下去了 在母亲的陪同下 终于到警局自首 朱晓东被判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但是事情并没有在这里就画上据点 朱晓东提出了上述 在舆论压力下 朱晓东的母亲接受了两次电话采访 他是这样说的 不是不愿意去杨家道歉 是他们扬言 如果碰到我们 就要把我们两个杀死 这样敌对的情况下 我们去 有用吗 其实第一时间已经问过杨家了 他们不愿意接受和解 一定要枪毙 所以朱母第一时间不是去道歉 而是去问能不能和解 朱母又说 我就这一个儿子 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千错万错 是我儿子的错 他是无意的 他只是失守了 我儿子会不难过吗 那是他最爱的老婆啊 这里有个问题 朱晓东真的是过失杀人吗 还是激情杀人 又或者是预谋杀人 等一下会再分析 我们先继续看朱母的采访内容 我看到的时候 他们很好 做什么事情都要手拉手 两个人的眼中只有对方 杨丽萍不做家务 衣服都是我儿子给洗 儿子的爸爸曾经对这件事情 颇为不满 我还劝他 小孩子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去处理 我们就不掺活了 这张是杨丽萍跟朱晓东的 微信对话截图 朱晓东曾经在家中装了监视器 名义上说是要观察家中的宠物 但实际上也用监视器 观察自己妻子的动静 另外还有这张朋友圈的截图 所以到底是谁告诉朱母 自己的儿媳妇 是不做家务的 朱母又接着说 都说朱晓东 不让杨丽萍和她的朋友来往 但我知道的是 杨丽萍去哪里 都要朱晓东陪着 她也不让朱晓东 和其他人发微信 每天回来都要查看朱晓东的手机 要看她的信息和微信 朱母后面还有几句话 我看不太懂是什么意思 就请各位自己去琢磨一下 暂且相信杨丽萍不让朱晓东 跟其他女性发微信 但是请看以下的截图 朱晓东删掉了杨丽萍的男性 有人联系方式 甚至连微信都要删掉 朋友相约 还要改用微博才能联系上她 到底是谁的控制欲更严重 朱母又说 两个孩子结婚的时候 没有婚纱 没有私衣什么的 那是两个小的 不要办酒席 也不要婚纱 也没拍婚纱照 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让杨丽萍去买一件衣服 她就是不听 最后也没买 穿着旧衣服就结婚了 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很多事情我也感到很奇怪 但儿子是我最喜欢的 他们不要 我怎么办呢 只能尊重他们的意见 我给过钱让他们去拍婚纱照 我问过杨丽萍 你为什么不去拍婚纱照 房间里面不摆一张都不像婚房 她说等放假以后找个时间去拍 但一个假期过去了 他们也没去拍 婚宴当时 确实就只请了亲朋好友 他们一直说我们条件不好 但婚宴是在五星级酒店办的 一共七桌 就是我们认识人打了折 一桌下来也得万把块 作为一个母亲 我很尊重两个孩子 孩子们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杨丽萍家说我们条件不好 可是他们也只是买了一套床上用品 我们也没说过什么啊 作为一个母亲 我一直认为孩子们好就可以了 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儿子不对 下手了马上报警抢救 他是害怕啊 他也是孩子 也没经历过什么事情 网上到处说 冰柜是他杀人后买的 但我记得很清楚 去年十月一号 我和杨丽萍妈妈吃饭的时候 我说两个小的买了一个冰柜 他妈妈还说 那么小的地方买个冰柜干什么 我说我也不知道 冰柜放在阳台上面 现在都说我儿子逼杨丽萍辞职 据警方说 杨丽萍是十月十四号去办的离职 办理辞职还有个移交 说明他九月份就打过报告了 辞职最后的期限是十月十四号 现在看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辞职了 说我儿子骗他辞职 但他也不是小孩子了 而且周围那边很多朋友和同事 难道没人劝过他吗 这说明他的脾气也很固执啊 这并不是完整的采访内容 有兴趣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找 搞笑的是 朱母说儿子下手了 马上报警抢救 那为什么三个月后 朱晓冬才去自首呢 如果朱晓冬真的害怕 他又为何能够从容自落地 应对杨父跟表姐 对朱母电话采访的内容 杨丽萍的家人是这样回击的 一 案发至今 我们和你们从未有过联系 我们也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 扬言要杀掉你们 但有一点 您说对了 那就是我们不接受和解 你那只杀人不是和解可以解决的 我们请求司法公判 故意杀人凶手朱晓冬 二 您说朱晓冬生性胆小而且乖 正是您所描述的这样的乖儿子 冷血士气尝尸 作案后还泰然自落地骗带盗刷 四处旅游泡坝 与不同女性频繁开房 这是害怕的表现吗 这是爱的表现吗 这是冷血冷酷 自私无情 这是草菅人命 三 您说朱晓冬行凶的时候是个孩子 而他不尽为夫责任 一位好意勿劳 一位索取无度的时候 您改了说法 您说平是自愿的 平不是孩子了 四 朱晓冬所就职的马莎白货于2016年彻底撤离中国市场 但他却谎称升职加薪 将赴香港工作 且要求平辞职同往 朱晓冬于2016年9月14号协平提出辞职申请 而后自己又于2016年9月20号辞职 未告之平 平于2016年10月14号正式办理离职手续 朱晓冬动机何在 五 朱晓冬婚前婚内皆有屡次出轨行为 难道婚姻不需要一定点忠诚度吗 哪怕是情侣之间也需要一定的忠诚度 更何况是婚姻 凭多次抓包朱晓冬出轨 要求朱晓冬承担起为夫的责任 又何错之有 朱晓冬限制凭人际交往 有结评和微薄微证 六 您在长达三个多月时间未见到自己而惜 您说您问过朱晓冬 朱晓冬各种理由搪设 您怕是连个电话也没打过吧 您可是您儿子一人手握两部手机 平出门一般都是以车代步的 因为他连地铁都不太熟悉怎么换乘 您时常下楼遛狗 平的车子就停在门前 那么长时间的闲置 车身满是机灰汗枯叶 刹车片以袖姬斑斑 您真的看不到吗 七 没有婚礼 没有婚纱 没有私宜 不请朋友 一切重简 皆是平出于对你们并不富裕的家境考虑 却变成了您口中的凭性格古怪 脾气倔强 哪个女孩不憧憬在一生一次的婚礼上 看见最美的自己呢 八 对于拍摄婚纱照 我们只补充一点 您在2016年10月1号饭桌上说 你们要是不拍的话 就把钱还给我 那朱晓冬 真的如朱母所说 只是过失杀人吗 朱母曾经对着媒体说 儿子并非有意杀人 夫妻二人当时正因琐事发生争吵 荒乱中将手推在了受害人的喉咙上 根据调阅的网络购物记录 朱晓冬在案发前的一个半月 也就是在八月底购录了两本书 死亡解剖台以及死亡哲学 其中死亡解剖台书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我开始相信 凶手曾将尸体藏在兵库 他之所以这么做 有两个理由 一是除去尸体上所有可能被追查出来的线索 二是等得他所弃制的尸体被发现 罚医已无法断定死者的死亡时间 而朱晓冬在购书后的一个月左右 又购入了202公升冰柜 一般家用有多少户人家会用到冰柜 一个冰箱就足够了 更何况两个人住在一个30平米大小的房子 朱晓冬在9月份时谎称升职加薪 要到香港发展 劝说杨丽萍辞职同往 在失期后又表现得十分镇定 应对自如 还用平的身份证跟别人去酒店 制造他还活着的位证 这怎么看都像是计划好的布局 所以朱母说 朱晓冬是过失杀人 反正我是不信 不过我所信的是 法院经过多次审理 依旧坚持朱晓冬的死刑原判 2020年6月4号 也就是在一个多月前 上海二中院对杀人犯朱晓冬执行死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